百分之九十九的蜜蜂养殖问题都可以通过向外观察 学会这三点呢 你也可以轻松的养好蜜蜂 大家好 经常呢 收到一些粉丝私信说呢 哎 我的蜜蜂是不是没有王了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那么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找蜂王呢 他说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我说你开箱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没有目的 我就是想看看蜜蜂踩蜜踩的怎么样了 这个有没有产卵 或者说有没有踩发粉啊 之类的 我说那你 这个一直开箱不是会打扰到蜜蜂吗 我说蜜蜂 它这个 在繁殖的时候 它里面的温度要保持在35度左右的 你要是像上半年有些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那打开以后 纸片会受冻啊 蜜蜂呢 会得烂子病啊 是不是 我说你开箱检查对蜜蜂没有什么好处 你要尽可能的少开箱检查 你在开箱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有目的性 是不是 我比如说我今天要干嘛 那我要 没办法 我要开个箱的 大多数的问题 你都可以通过箱外来观察 比如说蜜蜂有没有残卵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彩粉啊 是不是 有彩粉的话 那它肯定是有残卵的 还有就是你看蜂王有没有在意 其实根本没必要的 你只要把皮提起来 看一下有没有残卵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呢 有很多问题 其实肯定都是我们人工造成的 人为的 不然的话蜜蜂好好的 比如说它自己躲在某个地方 都很会惨蜜的 是不是 一箱十几二十斤都很正常的 那么为什么你搬到箱子里面 它就不会做蜜呢 不会去采蜜呢 蜜蜂就发展不好呢 是不是你本身人为造成的 是不是 可能我们给它的环境 它就不适合 它就不喜欢啊 还有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养蜂人千万不要相互去诋毁 现在这个行业没有年轻人愿意干 都是一些年纪大的在做 为什么 因为本身就不赚钱 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去干 是不是 因为这个年轻人 你叫他去干这个 他受不了这个苦 还有呢 就是本身就不赚钱 为什么呢 就是相互之间诋毁啊 你同行之间都是相互诋毁 都是你说我坏 我说你坏了 变得消费者站在中间 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假蜂蜜啊 是不是 真的有这么多假蜂蜜吗 不都是相互诋毁 那消费者觉得这么多假蜂蜜 还敢吃啊 所以说就不敢吃啊 越来越少的人怕吃蜂蜜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奉劝大家 不要去相互诋毁了 再诋毁这个行业就完蛋了 真的 那么我们说一下第三点了 第三点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培育蜂王了 其实 你要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 在养殖蜜蜜蜂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都不学会人工培育蜂王的话 那你是不是导致 比如说你现在三十箱的蜜蜂 你是不是 在分蜂的旺季一天都会分很多箱出来 你如果不把这个学会的话 那你天天就去分蜂了 我们只要掌握了人工育蜂王的技术 是不是我们一天 比如说分个三四十箱 四五十箱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检查 蜂王有没有出 那就是去检查蜂王有没有出 去清理急躁王台 就清理急躁王台 是吧 去分蜂就是去分蜂的 就做这几件事情 从培育蜂王 到分蜂 八八至九天我们就可以组织交尾群了 分好了以后 到十天的时候把王台放下去 十一天的时候去看一下有没有出 没有出那十二天再去看一下 那看了他出了出了蜂王呢 就把急躁王台全部清理掉 然后在第九天第十天的时候 去看一下有没有残暖 就是了 就没事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问养蜂 要学多久会 那还真 要看自己的悟性 你真的快的话 上手的话 有几个月也就可以了 那你真的慢的话 你可能一直学一直学 你都不去悟他 那你这个事情的话 是不是就很难 所以说在这里 今天呢也就分享 这三点的一个养殖的技术 还有就是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相互诋毁了 好 这一行已经 已经 已经 说实话 消费者都不信任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蜂蜜为什么会卖不出去 为什么会这么难卖 是不是 值得大家反思 大家好 今年啊 这个天啊 真的是真的糟糕啊 天天就是下雨 现在我们24号出的蜂王呢 到现在呢 只有今天下午的 有一个半天的时间 有天晴 不懂今天下午 有没有出去交配 因为毕竟24号出 到今天27号 才三天左右的时间 正常是要四天左右 才出去交配 三天下午也有可能 但是呢 要蜜蜜植物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而且呢 潮内呢 蜜蜜植物也比较充足 所以说 才能做得到 一般是要四到五天 才会出去交配 很有可能今天是交配不了 那么今天呢 也回答一下 粉丝的一些问题 那么 有一位粉丝呢 他私信我说 就是 在培育蜂王的时候呢 这个王台呢 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再放进去呢 就全部都死掉了 那么像这样情况呢 我们是没碰到过 一般来说 你蜂王 攻蜂接受了 那么就代表你这一箱 攻蜂是接受了 你只要提起这个 培育蜂框 你不要用力去抖动 轻轻的拿 轻轻的看 都没事的 就怕你去抖动 即使你轻轻的把这个 风抖掉 它也不会死 就说没封盖之前 你这样操作都可以 当然封了盖以后呢 你就千万不能再去抖动了 但是呢 他发生这个问题呢 就是没有封盖之前 就是拿出来看一下 结果放下去就死掉了 好几次都是这样子 我担心就是被他抖动 其他的话 还真想不出 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可能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说 本身这个蜂王就是没接受的 你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等于说你拿出来看 你觉得他是接受的 其实他本身是没接受的 本身就是死掉了 然后你又放下去 所以说就导致了 本身就是死的 所以说你又觉得是被你拿出来看一下了 就死掉了 所以说这个也比较就是说下次最好的话 你就是拍一些照片 可以在评论区呢 让我们大家都能看一下 这样子的会比较好 那说到这个天气呢 像今年这个风相对来说都没有往年那么强了 往年呢 这个时候呢 大流密天气比较好 差不多踩个三四天呢 蜂蜜就挺多的 基本上蜜蜂的都上了三片 马上就会到四片 那么现在呢 交配过了以后两片还是两片 所以说这个天气不给力 养蜂就是靠天吃饭 没办法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了